韩信 汉术三杰被后人称为冰仙 与他有关的成语更是多达34个 他曾受胯下之辱 跟随项羽时只做了个直解狼 投靠刘邦后也不被重用 直到被萧和发现了他的才能 才举荐给刘邦被封为大将军 从此便开始了他辉煌的一生 那么他后来又是如何被杀的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之 韩信被杀 汉高祖七年 匈奴进攻代国 代王刘喜则扔下所有人 直接跑回了洛阳 因为他是刘邦的二哥 所以只是被降为了和阳侯 之后刘邦就将七姬的儿子刘如意 封为了新的代王 此时刘如意只有五岁 刘邦也不舍得七姬去往代帝 所以刘如意也只能留在朝中 刘邦就将陈希封为代国的丞相 去实际管理代国 陈希在前往代帝之前 前来和韩信辞别 此时 韩信已被剥夺了楚王之位 便为了怀音侯 他整天闭门不出 郁郁寡欢 见陈希前来 试探性地聊了几番后 便对陈希说 你所要去镇守的 可是拥有天下最强精兵的地方 你又是陛下非常信任的臣子 如果有人告你反叛 陛下一定不会相信 再次告发 陛下就会开始怀疑 三次告发 陛下必然大怒 会亲自领兵 前去讨伐 到时候 你在北方起兵 我在关中退合 则天下可定 陈希对韩信的能力 一直深信不疑 于是便答应了韩信 之后便去往代国上任去了 汉高祖九年正月 赵王手下的大臣冠高 刺杀刘邦位最后被人告发 导致赵王张敖受到牵连 被降位了宣平侯 刘邦就又将七岁的刘如意 从代王改封为赵王 并任命 曾经反对立刘如意为太子的周昌 为赵国的丞相 代国的王位则暂时空置 也就不需要丞相 于是 陈希又被封为赵国的相国 从此 赵国和代国的所有军队 就都归陈希统领 因为要防范匈奴 赵代两地的兵力 都是全国最强的 于是 他便成为了掌握天下最强军队的统领 有一次 陈希路过赵国 跟他随行的宾客坐的车子 就有一千多辆 把邯郸城所有的官舍 全都驻满了 而且陈希对待宾客 还异常地谦逊和恭敬 赵国的丞相周昌 就觉得情况不太对 赶紧进京面见刘邦 让他早作提防 这时 汉朝和匈奴虽然已经议和 追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 但是对于武器 马匹 金属等物品 还是禁止交易的 但 商人们还是会偷偷地在私下交易 而陈希的门客中 就有很多这样的商骨 于是 刘邦就派人去调查陈希的门客 果然很多不法之事都与陈希有关 陈希感到害怕 就暗中派人与当初韩王信的部下 王皇和曼秋晨等人取得联系 汉高祖十年七月 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去世 刘邦召见陈希进京 但陈希称自己身体有病 无法回来 九月 陈希便自立为代王 与王皇等人一同反叹 刘邦得到消息后 非常气愤 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前去讨伐 并且征集天下之兵 命令各地的诸侯王 也一同前往平坦 但怀疑侯韩信 称自己身体有病 不能出征 梁王彭月 也称自己病重 无法前行 只是派了手下将领卫区 带着梁国的军队去支援 刘邦非常生气 刘邦率军到达邯郸后 便悬赏千金 求购王皇和曼秋晨等将领的人头 并用金钱又想了很多晨曦的部将 周昌上奏 让把长山郡丢失了城池的郡守和郡卫 全都给斩杀了 但刘邦不仅没有杀 还全部恢复了他们的官职 他问周昌 赵帝是否还有可以打仗的壮士 周昌便给他推荐了四个人 但刘邦见后大失所望 将他们训斥了一顿后 还是封为了将军 并且每人还给封了一千户的十亿 从而便收买了赵帝的人心 随后命令凡快从邯郸出发 攻打湘国县 之后又攻破了百人县 并陆续平定了清禾郡和长山郡的27个县 晋舍则率领着梁 赵 齐 燕 楚等诸侯国的部队 分路进攻 将陈锡任命的丞相侯厂击败 侯厂逃往王皇驻军的取逆 冠英也率领骑兵赶道 在取逆城下 大败叛军 侯厂及其余五名将领 全部被斩杀 打下取逆后 冠英又陆续平定了 卢奴县 屈阳县 安国县 安平县等周边城邑 陈锡命令将领张春 渡过黄河 去攻打辽城 游邦则派郭蒙去支援 并让齐国的相国曹参 也从齐国进攻 两军合围后将其击败 斩首了一万多人 听说被王皇等人拥立的赵王赵丽 就驻扎在东元县 刘邦便亲率大军前去攻击 同时 毕商 冠英 凡快 也一同前往 将东元围攻了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 赵丽的士族辱骂刘邦 让刘邦十分气愤 因此 等东元投降后 凡是骂刘邦的士族 一律被斩首 没骂的则全部处以情形 就是在脸上刺字 之后 将东元改名为真定 凡快也在此 升为了左丞相 虽然陈希还在赋予顽抗 但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平定 再来看 长安城 韩信焦急地等待着陈希的战况 他要找到合适的时机 在长安启示 控制住吕志和刘邦后 便可与陈希夹击刘邦 可是 还没等他动手 他府里一个受了处罚的家奴 就向吕志告发了韩信的阴谋 吕志知道后 也有些犯难 如果直接去捉拿韩信 害怕将韩信逼反 不好对付 如果下诏让他进宫 担心韩信不肯就范 打草惊蛇 于是 他便找来了萧和商议 最终 在与萧和的密谋下 决定由萧和出面 去找韩信 骗他说 陈希已经被俘虏后处死 现在刘邦已经返回了长安城 召见大臣们 且来祝贺 韩信是非常信任萧和的 因此 就毫无戒心地来到了长乐宫 可他在长乐宫里 并没有见到刘邦 见到的却是吕志 吕志对他说 皇帝知道了 你与陈希 共同谋反的事 让我杀了你 韩信说 皇帝曾许诺过我 我不死的 你不能杀我 原来 刘邦在平定天下后 曾给韩信许诺过 在五种情况下 不杀韩信 那就是见天不死 见地不死 见军不死 没有捆他的绳 没有杀他的刀 可吕志却早已在中世 做好了布置 他让人用布匹 封住顶棚 就见不到天了 在地上铺满毯子 就见不到地 刘邦此时还在带地 想见也见不到 至于不用绳 也不用刀 那就更简单了 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他已安排了五十名宫女 每人手中都拿着竹签 就用竹签 把韩信给活活地刺死了 至此 打败了多少名将 和豪杰的一代兵仙 最终 却死在了女人的手里 韩信死后 还被移灭了三族 他原本只是一个 不得知的小兵 是在萧和的举荐和担保下 一跃成为了汉军的大将军 从此封侯败相 最后 又是在萧和的密谋下 被吕志杀害 正所谓是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韩信死了 刘邦还在评判陈希 可这时 韩王信也来了 他与匈奴的骑兵联合 一起入侵汉朝 驻兵于参和县 于是 周伯率军从太原郡出发 北上征讨韩王信 但在到达马医后 却久攻不下 挡住了驱路 周伯非常气愤 等城破后 便将马医给屠城了 之后 在楼帆 击败了陈希 韩王信 赵丽的联军 活捉了陈希的将领宋罪 和燕门郡守混 趁势又转攻云中郡 其获了郡守宿 丞相机寺 将领军 平定了燕门郡的17个县 以及云中郡的12个县 左丞相樊快则在广昌 攻破了引瘫的军队 在吴中 俘虏了七王 在戴郡以南 再次击败了陈希和王皇的军队 趁机攻打韩王信 在参河县的军队 最终 韩王信战败 他本人也被吉普侯柴武 给斩杀了 至此 当年的楚王韩信 韩王 韩王信 都已被处死了 那么 其他异姓王的结局 又会如何呢 下期接着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